好 請問今天的歷史題目是什麼 今天的歷史題目是 太平洋戰爭 太平洋戰爭 情是什麼呢 情啊 就是因為 日本啊 寄於中國 把南京 南京大屠殺 殼的 活影 生龍活虎 日本士兵殺了 30萬名 手無寸鐵的士兵還有百姓 日本人 日本人 還想 野心還不只 攻占中國 他們還想建立大東亞共融圈 激怒了美國 美國立刻 向日本宣戰 不是 美國立刻 向日本提出 斷鋼鐵的 要求 我們連國際聯盟都不怕 怕你美國幹嘛 日本的回話是這樣 立刻向蘇聯 簽下了 互不侵犯條約 而 這 美國的計策 當然就失敗了啊 美國的羅斯福總統 氣急敗壞 好 我就用殺手劍 不給你們石油了 什麼 不給我們石油 我們 攻占的東南亞 石油不過才4萬公噸 我們需要40萬公噸 這可怎麼辦才好 死可忍 死可忍 殊不可忍 日本首相就辭 就辭職了 接下來上任的是誰呢 戰爭狂人 東調音機視野 東調音機啊 就立刻啊 提出 如果美國不像我們 如果美國呢 不跟我們 不把那個石油給我們的話 我們就向美國宣戰 當然 美國不會給他們啊 日本就轟炸了珍珠港 根本沒有向美國宣戰 呃 其實有啦 但是 宣戰的速度太慢了 半個小時 之後 他們解讀了半個小時 沒講出來 是什麼東東 但是 那個半個小時之後呢 日本的轟炸機就到了 轟炸了珍珠港 美國的總統羅斯福 當然氣急敗壞 他就說 殺死日本鬼子 這日本人呢 不但如此 南下攻打菲律賓 菲律賓首將只有八萬名 八萬名軍隊 而且菲律賓人又合作 聯合日本一起攻打美國軍隊 沒有辦法 美國之號 逃走了 美國的 美國的賣克阿瑟將軍逃亡 逃亡 逃亡 柯林基多島 巴丹半島接著被攻陷 接著是柯林基多島 賣克阿瑟 賣克阿瑟乘著快艇回美國去了 不要說賣克阿瑟了 這日本呢 意氣風發的 往珊瑚海前進 殺 這珊瑚海阿 是戰略要地之一 美國立刻派了重兵把守 日本的航空母艦由南雲中將來統帥 南雲中將就說 看看偵察機有什麼事情 山本五十六說要用魚雷 欸 嗯 不好吧 那裡靠近陸地了 但是 這偵察機會有錯誤的 雷達都會有錯誤 偵察機不會有錯誤嗎 這偵察機回來之後就說 不夠 美國軍隊沒有在這裡 美國的航空母艦沒有來 好 和路上行炸彈吧 哼哼哼哼 砰砰砰砰 槍槍砰砰 弄了兩個小時 終於弄好路上行炸彈了 但是 另一隻偵察機回來了 不過就這樣 美國航空母艦 烈星頓號和約克正號來了 啊 這南雲中將啊 嚇了一跳 不僅這樣 他就說 不僅這樣 還有 還有那個 反航的 反航的飛機108架 怎麼辦呢 南雲中將啊 要選擇三個選擇 第一 選擇一 直接帶著路上行炸彈 攻打 美國的航空母艦 第二 趕快讓那108架 飛機反航 加滿油 再去攻打 美國 第三 趕快用最快的速度 把那個 把路上行炸彈 換成魚雷 這當然是不可取的 但是南雲中將 因為 被這麼多消息衝昏了頭 一下子 就弄出最糟糕的一個 第三 果然 果然 美國軍隊一下子衝了過來 把 把那 南雲中將的部隊啊 殺得稀里糊塗 而且 還 把 翔赫 瑞赫 兩個航空母艦給集成了 終於呢 日本的烈士出現了 之後的戰況 會如何發展呢 請見下回分享 OK